歡迎收看今天的開運鑑定團 農曆葵月吉 講到來 大人小孩一起來搞鬼吧 她們倆啊 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她女朋友翻過來 要跟她女朋友 她勢好了之後 她女朋友翻過來 她女朋友翻過來 突然变成一个男生的声音 我就这样 后来他就 他就突然转过来 现在 你在下半年容易发生什么随事吗 今天星座运势帮你分析 意外做白宫 也就是说我在11月份主持的节目 都领不到情 也不是说领不到 很可能就是阴错阳他的情况之下 好像变成你的故事将没有回收 所以意思就是说开运才会让我领白狗 不过就是 不过就是一代言 代言广告 好 我知道 还要告诉你哪些生肖 在农历七月的运势最弱 也要小心哦 他可能会跌倒受伤 甚至破财 这是比较严重的 对 这种大家一定会很懊恼 那另外还有 例如说晚上不要披头散滑 会吓到人 不是 人家以为你是同类 他也是同类 他是朋友 你就带着你一起走了 紫园命盘告诉你 哪些人天生容易 跟另一个世界的人相通 那命宫没有祖星 却有这么一颗星坐在那里 就表示这个人 他先天的体质 很容易被邪魅入侵 尤其当他身体不好 元气不足的时候 对 就会发生一些 不可思议的怪事情 全新单元 神秘塔罗占卜 要帮你预知这段恋情 可以开花 结果吗 千万别错过了 好了 今天呢 我们有个新的单元 这个单元叫做 神秘塔罗占卜呢 那到底我们要准备些什么呢 要注意到些什么 等一下呢 我们在进行这个单元的时候 都会一一地告诉观众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 当然呢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就讲到说鬼月到了 这个鬼月呢 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因为大家对于鬼月啊 诸事 大家都会很害怕 因为是诸事不宜啦 那对于这个事情 要怎么去处理呢 好了 今天在节目里面 也都会一一来告诉大家 当然今天请到这特别来宾的 跟鬼月很有关系喔 什么啊 她是谁呢 她是 景文 大家好 我就是景文 有看有保密 没看 你要靠自己喔 我不懂为什么在鬼月的时候 很多那个节目都喜欢找我去上 为什么啊 是因为花子的关系吗 看得鬼 没有 我跟你讲我个人 我个人因为最近有一点 我觉得最近 有诸事不顺吗 没有没有诸事不顺 但是我知道很多的那个小偏方 我今天也是想要来这边跟老师学习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节目在进行的 这个还没进行的同时 在之前 这个我们的景文小姐呢 哇塞 完全当起专家来喔 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景文 对 我都跟人家开玩笑说 我现在只差我不会念那个咒语 不会起当之外 其他的 你可以叫我生哥 对啊 因为 我现在多了好多朋友 然后都是要买房子 然后叫我去帮他看房子 之类的 等一下 重点是 你会不会去给人家收钱啊 我跟你讲我还真的没收 等一下 没有就问题了 没塞喔 没塞 你楼金有打开就要收钱喔 我是用紫北针啊 也是啊 他有灵在里面的 没错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碰到鬼月的时候 大家说实在 心里都还会有一些忐忑 怕怕的 有一些忐忑不安 所以在这边赶紧问一下 这个我们的黄老师喔 从这个生肖运势来看一下 什么样哪些的这个生肖的人 在鬼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 那么最重要是今年是叫做假生年 假生年的生就是金很旺很强的时候 然后呢七月份鬼月又叫做生月 又是金特别强 那既然金这么强 金一定是克木 所以十二生肖里面呢 有三个生肖跟木比较有关系 那这三个生肖就上榜了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刚好金克木 它比较在阴阳五行来讲 是比较衰的时候 是 好 我们从第三名开始看起 第三名呢 小人不断担心受惊 这个小人不一定是真鬼啦 真正的人也是鬼啊 就专门的小人就是鬼啊 我们常常讲 用无鬼无鬼来形容小人 就是背后流言流语之类的 好 这种生肖 它比较要小心的是什么生肖呢 是属龙的 基本上龙都会 但是尤其是三月生的龙 特别要小心 那属龙的有谁 例如说季晴 吴淡如 我这边记下来 郭子前 李亚平 陆明君 这些都是属龙的 老师 你这样讲 大家都知道他们几岁了 没有啊 等一下有我的不要讲出来 差二十岁 差二十岁 没差 没差 人生都已经到记得抗症了 好 我们看看第二名要注意的是 健康不佳 就是夜路扫行 健康不佳 就是身体 就是它本身的体质比较不好 那遇到七月份就更容易出事情 容易生病啦 或者我们家有阴邪的事情 好 这是什么生肖 是属兔 尤其是二月生的兔 那为什么呢 这个兔在我们阴阳五行来讲 兔是木的旺气 所以我们金克木 它就容易受到影响 刚才的那个龙是木的衰 叫做鱼气 这是木的鱼气 这是木的旺气 都是属木的不好 了解 好 好 那我们现在看最严重的这个生肖 就是说遇到鬼月 小心意外频传 财务好失 它就不止前面这种小状况 它可能会跌倒受伤 甚至破财 这就表示更严重的 对 这种大家一定会很懊恼 好 这个生肖是什么生肖呢 是属老虎的正月生 那么属老虎基本上都会 只是正月生的特别强 那么属老虎 那因为它本身是木的鹿 同时它因为今年又是碎破的关系 今年因为属猴嘛 猴跟老虎是相冲的关系 所以它排到第一位来了 其实不一定是三个生肖啦 只是在七月份我们比较注意什么 就是第一个 晚上没有事不要出去 尤其不要跑夜店 尤其是紫时 紫时就是晚上11点到深夜1点 那个时候叫紫时 那时候气会更虚的时候 真的喔 被扫外出 第二个 我们依照民间习俗传统的说法 不要晚上不要去晒衣服 为什么 当然这个说法 我就想讲到这是传统 我们不讲怪力乱神 就是说你在外面晒衣服 怕人家那个好兄弟去穿 他晚上没有衣服穿 看到那边衣服晒 他就上去穿了 尽量晚上 那可以收衣服吗 收到可以 不要说在晚上才拿出去量 第三 晚上不要去看病 晚上不要看病 就是不是看病 不要去医院看人家的病 看病 就是半夜不要去探病 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另外还有 比如说晚上不要劈头散华 会吓到人 不是 人家以为那是同类啊 同类是朋友啊 就带着你一起走了 老师 来跟你打招呼 老师 我躺不去等了 你不要这样乱乱乱乱就好了 就是我把他绑起来 或者是说怎么样 不是 佳芊 我是觉得白天他们也可能会想跟人家打招 也对 我可能这阵子都要常常就念一些鲑鱼 就跟他说你认错你 就说定定对不对 我突然觉得很恐怖耶 佳芊 他认为他你是同类啊 如果他觉得你是同类 他先跟你讲话你会吓到 我真的会好不好 我就先说等一下 他就白眼给他看 我说你不用来我已经中了 还有呢 如果是生日的做生日 不要晚上做生日 因为白天不要晚上做生日 生日到了啊 他来跟你做生日呢 他也会来啊 对啊 生日嘛 一起来庆生啊 是哦 所以晚上不要庆祝 这些事情大家注意就好 像那些生日是晚上 对啊 家庆祝是晚上 一直强调你不要拖到太晚 不要拖到迟迟去 11点到1点 尽量不要唱生日快乐的歌 要唱生日快乐 11点之前要把他勤奏掉 意思就是这样 王老师是此话一出 鬼月夜店的生意都不要做 其实比我讲 老师讲到说是 鬼月很多生意都很难做的 卖房子的 卖车子的 婚纱的 本身的生意本来就不好的 对 大家都赶在这个鬼月之前 所以赶快去度假 就是暑假嘛 对啊 就去做一些比较健康 阳光式的这个一些活动 可能就比较不会碰到 这些奇怪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在讲到鬼月啊 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 会不会碰到奇怪的东西 或是中邪之类的 因为你说你曾经看过 鬼上身是不是 我跟你讲 我还听说过有一个女孩子 她在鬼月的时候 跟她男朋友去骑车 然后碰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就带回家了 结果晚上 她们俩睡在一块的时候 因为叫 叫 叫 那还不是耍到 是副生 副生 直接 结果 对 结果他们俩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她男朋友翻过来 要跟她女朋友 要示好的时候 她女朋友翻过来 突然变成一个男生的声音 而且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男生的声音 她吓到了 那男生吓到想说怎么办 要不要跟她讲话 然后那个男生就一直跟她讲说 我跟你说 什么 你录朋友很漂亮 怎么样怎么样 就吓到了 然后就不敢跟她讲 后来 结果那女生其实也知道自己被复生 可是是怎么处理都处理不了 因为那个男生喜欢上这个女生 她吃醋 不让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 就是再怎么样处理都处理不了 后来就是说 慢慢的好像就是说 那个女生自己意志力也很强 跟她男朋友说 那我们分手 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之后 大概隔了两个月之后 这个就慢慢好了 因为我觉得人的意志力还是有用的 对… 我曾经有碰过就是 我的朋友也是中邪 他就活生生活脱脱就是中邪在旁边 那所有人全部散开 这我一个人在他旁边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 他们可能在车上不知道聊一些 就是比较鬼怪的东西 那聊着… 然后突然因为她个体质或什么 就突然她说等一下 然后她就整个人就不对劲 然后就突然就是 变成那个一个声音出来 然后声音是每个人都这样 一直看着她 然后后来就是可能 车上有人会处理这些事情 可能就帮她小小的处理一下 结束之后她就下车 然后我就听他们讲说 刚刚那个谁谁谁 然后被上升 我说真的还假的 我就眼睛突然一直 因为我太好奇了 我说真的吗 然后我就冲到她旁边去 我就说你怎么了 她说她刚刚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有一片的时间是空白的 我说真的… 那你现在清醒吗 她说OK 那我们就带她到这个家里面休息 好 坐上去 然后正好那个会处理的那个人 只要靠近她 她就会很不舒服 她就说你不要过来 然后那个人说好… 我不过去 她就走了 就是会处理的那个人 她就走了 走的那一刹那她又来了 然后我那时候站在旁边 我就…我就一个 就来了… 然后就觉得好惊讶 我就觉得我看到一些仙事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幸运 可以看到 不是 因为我的心情 是觉得… 就被我看 我没看过 然后她的声音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她的声音突然变成这样 这种声音 小孩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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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声音 我又像啦 老师 佳天 你好厉害喔 佳天 你到底是人还是可以说 你到底是人还是可以 你还有背后铃啊 你太厉害了 怎么可以学这么像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可以学这么像 然后她就这个声音 然后我就这样 我说怎么了 怎么 然后我就站过去 我就说 你还敢站过去喔 有有有有 因为我就觉得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人啊 然后我就说 然后就这样 那我就这样 握着她 手是冰的 我就这样 感情好大 对 我就很大 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 所有人全部散好远 我就说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子 然后一直哭 然后后来那个会处理的人 那个人讲说 我说那现在因为我要去录影 或什么 那我要先走 然后那个处理的人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走 因为她有讲说她很喜欢你 我就 我就这样 然后后来她就这样 她就突然转过来这样 她就突然对我笑 她就这样 那我就这样 我就还是这样默默的牵着她的手 然后我就这样 好了好了 那我就说 那现在要干嘛 我说现在要干嘛 拜你说干嘛 没有 我说现在要干嘛 她要喝奶 不是 我说我这样也不太对啊 这样也很奇怪 我就说那现在要干嘛 她说 我就拿糖果给她吃 我说糖果拿过来 我就拿糖果给她吃什么 我说 好啦乖乖的 然后等一下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我要去忙 然后我就先走 后来她就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走的时候 他们就说 她有一连串的一直大哭 只要那个处理的人靠近她 她就这样 就这样子一直哭 很清河 没想到我的清河也用在鬼上 你知道吗 我一直觉得 是一个莫名其妙 但是 金拉森 是吗 金拉森 金拉森 好奇妙喔 就突然就被附身 好奇怪喔 好不好听 好精彩喔 真的好精彩 还好 真的还好 没有 我觉得好奇怪 这种事情没有办法解释 因为我们节目中 也的确拍到过小朋友 对 我看过了 我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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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到 我怪的 老师 我真的 我每次看到这 我就很容易看到这种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恐怖 因为那是真的 我发现那真的拍到 真的拍到 我看到了 就是我们在录影现场 然后因为那厕所 它本来就不干净 结果去动工 去叫施工的那个人 去动了两次 身重病 得癌症 很奇怪 我们去拍的时候 就是 因为它厕所的镜子 是一个圆的 是 然后摄影机 是比较側的旁边拍 真的 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 五六岁的小朋友 他就在那个镜子里面 就这样看我们拍 没有任何的表情 就是在看我们拍 然后我们转身上楼梯 他也跟着我们一起转身 他也一起转身 对 然后就越走越远 对 感觉上那个就是飘在空中的 然后扶起来看着我们 然后那时候就吓到了 然后就觉得真的 那时候你站在哪里 我那时候 你们他们都不知道 那个脸色就是 不知道的状况 是回来才知道 对 我只有想 我那个厕所我去上好几次 吓死了啦 你有怎样吗 后来 是没有怎样 那就对 他就宜许你在那里面 不是 可是每次在拍摄 就是看人家家里的时候 如果那家里不干净 我当场的脾气都会很火 然后会 内心会有说 你不要过来 我只是来帮忙的 我不会处理 你不要来招 我就是会有这种抗拒 所以你看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这么多的案例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特殊的一些人 那可能就是 他是不是比较容易中邪 就会容易去招一些 比较不好的东西在身上 所以赶快问一下这个李老师 什么样子的紫薇命盘 从这个命盘来看一下 观众们感觉对对看 是属于那种容易中邪的人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组合呢 就叫做容易被邪魅入侵 所以第一个组合是被附身 那是什么心呢 就是阴煞坐在命宫 阴煞在命宫 是指你的命宫当中 没有主心 所谓的主心就是 我们平常在讲的 什么紫薇 天机 太阳 天同 太阴等等 它只是一个阴煞在里头 那阴煞其实 从这个字意来解释 它就是邪魅的意思 它本身就有邪魅的意思 那命宫没有主心 却有这么一颗心坐在那里 就表示这个人 他先天的体质 很容易被邪魅入侵 尤其当他身体不好 元气不足的时候 对 就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 就是莫名其妙就会上 对对 动不动就哭 言语的发音也都变了 就会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命宫有阴煞的人 特别要注意就是 最好就是像医院 能叛病 能不去尽量不要去 尤其商宅 就是你要按鞠躬的时候 除非必要 你也不要去 那如果说 最好就是不要进去 路过是在所难免 另外一个像音庙 也不要进去 比如说十八王宫 类似这样的音庙 也不要去 对对对 十八王宫 我常常听人讲 说那个是音庙 然后情侣不可以去拜 对不对 老师 对 那个都是特种行业的人去拜的 另外一个就是 像我们有时候走在路上 你会看到那种重大的事故 有人就是横躺在那个 对对对 横死街头的 那你最好也不要有 那样的好奇心 因为你先天的体质就是 比较弱 那么你去的时候 可能就会被一些 好的兄弟姐妹 就给跟上了 所以第一个组合 就是阴煞在命宫的人 要小心了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第二个呢就叫做 容易起当神明上身 也就是说这个体质的人 他满适合去从事一些 人鬼神中间的一个仲介者 就是那个 就是鸡头 就是鸡头 就千千啊 就是千千嘛 就是那个老婆大人 里面的千千 或是阿母啊 千妈 有没有 用来看是哪一颗心 也就是说命宫里面 有一个叫做天污心 也是一样 里头不可以有 没有主心 而只有天污在当家 其实天污这一颗心 它本身就有宗教的意思 如果今天这个人 他想要从事鸡头 道士或是巫师 这样的一个行业 而他的命宫又有 天污这一颗心的话 就表示他跟神明 是非常有缘的 他很容易被伤身 了解 好 你再来看第三个组合 就是容易看得到好兄弟 这个是你的命宫没有主心 而天呼天虚在里头 天呼天虚在命宫的人 他可以看得到好兄弟 甚至于他也可以跟他们来沟通 可以跟他们讲话 可是文科这个命盘的人 他的体质是属于比较阴的 所以在气色上面 常常在印堂这个地方 他就会有犯亲的情形 其实一个人的印堂 如果常常犯亲的话 对于他的运势也不会很好 也不会很好 所以这是先天体质的关系 那这也没有办法去避免 那也只有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地方 什么音庙 商宅 还有医院尽量少去 你只有透过这些来避免了 这就是这三个组合比较代表性的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探病 或者是一定要去商宅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身上 可以带些什么东西 其实可以持咒 持咒 比如说像嘉谦 比如说他是基督徒 你可以念圣经上面的圣经 那一般我们说什么大悲咒 这些其实都可以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身上摘一枝柳枝 柳枝 柳枝啊 对 柳枝 你放在身上也可以 因为柳枝取得蛮容易的 真的喔 好了 所以刚刚你看 我们都讲那么多 有些有的没有的 大家都觉得好像漆皮疙瘩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的星座了 而且是从这个十二星座的运势来看 刚刚问一下唐老师 从这个鬼月到下半年的时间 这个十二星座各自 他们这个容易碰到的随时是怎么样 所以十二星座的便利 要注意一下 对 生肖只有三个 紫薇名团也只有三个 是啦 到星座就十二个都中了 全部都要讲啦 好 保比喔 都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不特定是因为鬼月的关系 大家各自来注意一下 防范未然 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都要参考一下了 好 太阳上升 如果是在牡羊座的人 请注意了下半年 尤其是九月 国历的九月 所有的事情会停滞不前 就是鬼打枪 为什么我已经坐到这里来 照理说人家应该有回音啊 对方本来也表现得很热切啊 好啊 好啊 我们来合作啊 可是突然间没有消息 也没有联络 就卡在那里了 所以对于急性子的牡羊座来说 就是会被拖延到 真的喔 他就会觉得蛮衰的 我们来看太阳上升在金牛座的朋友 注意到什么随时 十月份 劳累 身体将会出问题了 可能因为太忙碌了 对 当然一来一则一洗啦 就是赚钱的机会多了 然后工作上有进展 但相对的呢 健康方面 你也会发现前所未有的问题 我们来看双子 太阳上升在双子 两位 要小心跟来宾都要注意 十一月 意外做白宫 也就是说我在十一月份 主持的节目都赢不到钱 也不是说领不到 很可能就是阴错阳差的情况之下呢 好像变成你的付出将没有回收 所以意思就是说 开运才会让我领白宫 不过就是 你代言 代言广告 好 我得告诉你 到了将近那个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 工作上的状况就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上升在巨蟹的朋友 好 十二月 压力大 却没有进度 没有办法有进度 然后会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 就是瓶颈吗 就是瓶颈吗 对 算是 遇到瓶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狮子座 太阳上升在狮子的朋友 十月 他人意见多陷入一片迷惘当中 太多人给想法 比如说要选哪一个 对 害他手忙脚乱 现在到底要干嘛 对 万一听得太多意见 然后选到一个差的 对他来说 再衰也没有了 好 我们来看太阳上升在 处女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什么 十一月 吃力不讨好 所以我十一月份 真的是我的衰玉 我上升在抹击 完全 衰十一月而已 对啊 十二月我就好起来了 对啊 人家又一杯瓦领 恭喜你 对 对 我好开朗 各位朋友 有我 好 我们来看太阳上升在天秤的朋友 好 来 九月份工作出状况 那天秤刚好就是大概九月底 十月的时候过生日嘛 所以那个时候不能掉以轻心 照理说下半年应该是开始好起来了 对对对 可是偏偏呢 你自己好没有用 别人或这些团队出问题的话 你自己还是很容易被卷入那个状况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上升在天蝎的朋友 特别小心的是 十月份 留言超多 这个真的是很可怜 对耶 就是你 好像也不止十月 我刚就摸摸就 对 你 好像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上升在射手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好 十一月 金钱问题 欠钱吗 如果那个时候有交易 交易的话 或者是有借钱 有收账的问题的话呢 特别小心了 或者是投资方面 只要跟钱有关的是 麻烦你们都注意一下 很容易持门归 金井一点 对 会持门归 那我跟妳借可以吧 那你就 換成我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上升在摩羯的颈纹 颈纹上升是摩羯 我们来看注意什么 十二月 被人误会 无力感 这个就真的是很衰 这个真的很衰啊 那怎么办 因为有理也讲不清啊 讲不清啊 算得了 还要到十二月 不然现在先浮沉 好衰喔 你看我霜子十一月 我十一月跟十二月不好过耶 不会 我觉得这种事情 就是提醒你注意 不是说必然一定发生 所以要注意一下 对 好 我们来看洗衣 那个到了水瓶座的话呢 太阳上升在水瓶 李老师要注意了 九月份意外受伤 三月 那就是会自己跌倒 还是说怎么样 对 就是比较肉体的伤害 意外 任何伤害 所以特别小心了 如果你有从事什么危险活动 或你开车 都要得外的注意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双鱼座 太阳上升在这里的人 特别注意什么呢 好 十二月 乐极生非 这个也就是一种 成语 所以其实这样讲 好像双鱼座运气 其实下半年还不错 照理话好像没什么坏事 坏就坏在 万一他太高兴了 就掉以轻心 所以只要你不要膨胀的太过分 应该都是还好的 对 所以十二个星座 自自有要注意的月份 当然没有这个事情发生最好的 有的话就请你多注意了 可是我们刚刚就来讲到说 这个每个月份 尤其是这个十二个星座里面 就是尤其在讲到这个鬼月 到这个鬼月开始 到这个下半年 每个人都会碰到一些 比较不好的事情 一些这个衰事 好了 这个人长相长怎么样 赶快问一下黄老师 从面相来看 从面相来看一下 天生就是衰 衰鬼的 衰样 对 衰样 是有几个特征 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好 我依照它的强弱的程度 照这顺序排下来 最上面的是最严重的 就是最倒霉的 常常发生倒霉事 这个就比较弱 我们从第七项开始看齐 第七项是耳小耳薄 因为耳朵代表福气 同时也代表贵人的帮忙 朋友的帮忙 如果你耳朵小耳朵薄的人 他会比较容易 发生什么倒霉的事情呢 关键的时刻 没有人挺他 没有人帮他 然后常常会被误会 应该这个时候 平常好像朋友很多很多 但是遇到最重要的事情 是说朋友跑光光了 就遇到这种倒霉事 第二项就是法令纹有致 法令纹有致 这一生通常一定会跌倒 或者会严重的 腿会发生问题 天啊 就是正常跌倒就对 腿会断 或者腿会发生这种 酸痛麻木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一下 法令纹他如果有致的话 他这一生的衰事是什么 莫名其妙的会跌倒 另外工作会失败 会受排挤 因为法令也叫做业务 他的工作上 因为这边有个字受到阻碍 所以也会在工作方面 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 那如果那个人把字点掉 会比较好 应该没有效 因为他已经有在了 有在 因为点字我常常认为是 他只是外表 你把它更改了 应该没有什么效果 好 我们现在更严重的 上面是第五名 感情线及智慧线有向下的指纹 这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就晓得了 这是他看手的部分 就是感情线或者智慧线 都有向下的指纹 而且要好几条才算 一条不算 要很多才算 那么这个向下的指纹 我们称为叫做悲观 如果说以感情线来讲 通常就是失恋 我看一下 是这样子解释 凡事他努力经营 但是总是不如意 就以感情线来讲 他很全心全力的投入 培养这个感情 投入这个感情 结果最后那男孩子 或者那女孩子说 抱歉我突然喜欢上 另外第三者了 就跑掉了 这种倒霉事情 真的够当霉了 真的好准喔 我在感情上面都是这样 真的耶 好 接下去我们再看 更严重的是 鼻准有字 因为鼻子这个地方 是代表财宝 财博公 财博公 代表钱财 你那个有字就是代表 一生中常常会被骗钱 或者是钱财莫名其妙的肉丝 还有呢 鼻子呢 以女孩子来讲 鼻子又代表男人 那女有字呢 常常会被男人甩掉 好 我们看一下她这里的解释是 常掉东西常被甩 东西掉了还要甩 我以前有 因为有一个痘痘的遗迹 后来变成劲 然后我就后来就觉得很难看 去点它 然后又擦那个除疤的 对 把它擦掉了 那就好 可是那是后天长出来 可是那段时间真的很不顺 是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前面一下 下巴内缩 什么叫下巴内缩呢 这样看比较了解 好 就是你感觉上有这种人 从侧面看下巴 他突然这样收进去的那种人 这叫没下巴 因为下巴也是代表一个人的 晚年的福气 或者他做事情的一种收获 也可以这么讲 所以如果没有下巴的话呢 像这种 或者下巴捏收的话 它会发生什么倒霉的现象呢 是 老板骂人的时候的第一人选 因为这一代 我们常常叫做 意志力 意志力 就是做事情上人家觉得 他没有很坚实地 努力做下去的感觉 没有企图心 对 真的看起来就好像 对 弱骗 倒霉鬼 说说的感觉 真的外形看起来就这样 有些好欺负的感觉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项 景文你到的是这一项 好 在你的脸来讲 但不是很典型的 他鼻子算大 但是他孔有点痒 好 这种人倒霉是怎样 先说一下 景文不是完全复合这一条 因为他的眼神鼓过来了 眼神有没有 刚才你讲你很凶有没有 我骂人 那个眼神突然又好像 啪 好像很凶 对 对 你是那个眼神救了你这一项 还好 否则的话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这样子的 人人欺负他 过错推给他 大家都觉得那样好欺负 工作方面 对 真的 真的 他以前唱名歌的时候 对啊 不只是个小的问题 就是每个人 就觉得 什么事情都说是他 什么事都说他 连带我都以为就是他 好倒霉 然后我就没事我就很想骂他 想真的耶 我还曾经真的真心骂过他 我说你为什么常常都会被人家这样子讲 对啊 然后我还想说你是不是要检讨 你记不记得那一次 对啊 还当面跟我嗆瞎 我还当面跟他嗆瞎 那我就 我真的想要找人打你耶 好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最倒霉的 这种长相是天生一生中都要倒霉的 还有 眉毛短 眉毛疏 同时呢 眉毛的跟眼睛的尾部都下垂的 他的长相就像这样子的 我们也许看过这样子的人 眉毛尾巴这样摔摔摔的 有 有 这种人耶 像是这么倒霉相的人 倒霉相 很衰的 那这种人呢 他会怎么样呢 我们这里有写这 大小事情皆倒霉 这种长相就是他意志力不集中 什么事情都 都忘掉 舒服了 那人家应该提醒他 他应该自己提醒自己都不够 对 那不要说人家有没有提醒他 那这个倒霉的长相 人家也不会去帮他 真的 他遇到事情就是他 不过我们刚刚都有讲到说 这个鬼月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鬼月遇到衰事 一定会遇到一些邪门事 一定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 接踵而来都会有 所以大家都会害怕 在这边呢 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有这个李老师呢 今天要进行我们的开运压箱堡 要告诉大家 在鬼月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情 而且要用什么东西 来避邪了 好 今天的开运压箱堡 介绍给观众朋友的 叫做五地前剑 其实这个五地前剑 它的用途 它的功能真的是很广 它可以避邪 它可以正宅 然后它也可以保平安 这么好 对 如果你觉得最近家里 好像家里面怪怪的 比如说睡觉睡不安整 或是觉得屋内不干净 或是说家里最近老是发生一些怪事连连 那么五地前剑 它可以化解这些灾难 甚至于呢 因为它是五个皇帝 在朝时候的钱币 所以它本身 它也有稳定你这个家庭的 裁员的功能 所以不要小看这一把剑 它的功能用途还真的是很广泛 那如果说要用这个 它如何要去使用跟启动 真的去启动它 这个很重要 要启动这个前剑的话 我们一定要选日子 那么在这边呢 我已经帮观众朋友 选好两个日子 那是哪两个日子呢 好 看一下 父亲节 八八 对 第一个好日子 就是8月8号 而且一大早早上9点到11点 我们的极方位呢 就是在枕东 就是带着这把前剑 我们先往镇东那集庆 然后呢你找一间大庙 比如说像行天宫这样的一个大庙 或是万华龙山寺 都可以 那你只要到那个庙那边 我们配合着咒语 每念一句你绕一圈就可以了 每念一句绕一圈 看念几句就对了 这个咒语 等一下我们再来告诉观众朋友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8月8号 你庆祝父亲节来不及去的话 还有一天 还有一个好日子 就是8月16号 时辰就是在傍晚 就是有时了 就是5点到7点 极方位呢在东北方 所以也请你带着这个前剑 先去那集庆 日子选对了 我们就来看 怎么去启动它 把它给记下来 好一起来看看 这个咒语是怎么念的 天地开张 遗气灵光 遍宅居 祥光渐气 驱邪夫媚化成哀 安宅 护身 那福 赤 每念一句你就绕一圈 那安宅算是一个字 对 护身是一句 那福是一句 安宅是一句 那福也是一句 最后赤的时候 然后就点 点下去 就点下去 这一个就是 五地前剑开光的咒语 而且刚刚老师讲了说 这个方位 你要走到那个方位 可是那回来说 要摆的方位 那是不是也是 这个也很重要 摆错位置就没用了 摆的方位呢 有两个 可以让观众朋友选择 第一个呢 你可以就摆在你 进门的玄关的地方 那有的朋友家里 可能没有玄关 好 那有这样一个方位 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在太岁方 那么2004年的太岁方 就是西南方 西南方 对 你可以把它 挂在西南方 好 那到了2005年 我们的位置又变了 2005年的太岁方 是在正西方 所以你的剑呢 到了2005年 你可以把它放在正西方 其实这个前剑 它是可以永久使用的 是一直可以用下去 对 永久可以使用的 只要这个方位摆对就可以 那当然在使用上 有什么样的禁忌 那观众朋友也很想知道 有 房间的前剑 其实做了有很多种 第一个要注意的 这个前剑 它一定是用 108枚钱币串制而成的 108枚 为什么要108枚 它跟我们宗教的 这个数字有关 那有的前剑会比较小 再小不能小于81枚 再小都不能小81枚 对 所以它的尺寸就是 不是81枚串成的 就是108枚 第二个因为它是铜的 所以呢 你千万不能靠近厨房 火边 不能靠火的地方 对 我们刚刚说的 比如说西南方或是正西方 刚好就是你的厨房位置 那这个位置其实是不能用的 那你还是把它 吊在墙壁上吧 直接吊在客厅的墙壁 对 就是你进门的 那个墙壁上面也可以 那第三个要注意就是 一旦你吊在墙壁上 你的 箭尖不可以对内 还有呢 这把劲也不太适合摆在卧房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刚刚老师有讲到一些 禁忌上面的 对 如果你踩到了 哎呦 搞不好就没效 你就会莫名其妙 奇怪 我们就有什么事 卧房反而会 第一个伤身体 伤健康 也会伤夫妻之间的感情 不过你知道我们刚刚都在讲到说 就是 就是有一些这个鬼乐方面 大家觉得说那是不是 谈感情 会不会觉得有不顺利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会不会开花结果 好啦 现在呢 赶快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今天要进行我们这个 神秘塔罗 我们的占卜啦 那怎么 怎么样去使用 那怎么样 准备什么事情 还是心情上要保持神秘 赶快问一下唐老师 那今天呢 由于要跟观众朋友互动的关系 所以我已经事先整理好四个答案 以及四张牌 那分别放在A B C D 四个栏目里面 那请各位观众朋友呢 用你的直觉 选一个答案 你要A还是B 还是D 还是C 那我们的题目呢 就是 这段感情会开花结果吗 没错 那占卜这个东西呢 是半年之内有效 所以如果你这段感情 已经走到半年之内 要做一个决定的话 那你就可以来参与这个占卜 5 好 那我们请在座 每一个人都选一张牌 好吗 我现在感应到的是C 好 请问是C C 好 那嘉倩呢 好像也是C 真的喔 那麻烦李老师 B B 那黄老师呢 A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就是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选择好的话 你就来看看塔罗牌 到底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答案和结果 好 选A的朋友 如果跟黄老师一样 那么 这段牌呢 是月亮牌 月亮牌 这段感情会不会开花结果呢 这段感情 目前可能有第三者侵入的隐忧 好 我晓得了 我晓得了 我家的小毛跟小皮啊 都真丑 好是吉利 没有啦 不是啦 你也知道 就是通常这种事情 不方便说出来 黄老师示范了一个 最好的自欺欺人的一个自我全身 那小皮和小皮都每天晚上 一会儿去两个都趴着我啊 好啦 黄老师 反正就是对你老婆好一点就对我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选B这张牌的人 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目前在座没有人选 我们来看是什么牌 好 太阳牌 太阳牌 最好的答案都没有人选 真的还假的 真的最好 我本来就想选B的啦 不要再想选自己好不好 好 B这张牌呢 是太阳牌 太阳牌呢 在塔罗牌里面代表开花结果 所以就是告诉你 你们半年之内 可以准备结婚的事情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目前相处状况非常的好 是属于热恋的情形 甚至于有可能其中 你们如果要半年之内怀孕的话 也非常的有机会 是喔 我觉得我不要跟你一起选 我每次看节目跟你一起选 我觉得你选的都 你位朋友 今天是我对你算的 你 我们可以回VCR 可以再倒戴 对 好 嘉欣跟景文 这两个都带賽的 好 我们来看看他们选的是什么 钓人牌 没错 这张牌是倒吊的 意思就是 时之无畏 气之可惜 其实我跟你讲 是 因为我现在有在做广播 我前几天才算塔罗牌 我抽到的也是这张牌 也是算感情吗 我发誓 对 好恐怖喔 所以这张牌就是十之无味 七之可惜 如果你想要开花结果可以 但你本身 这个占卜者本身 自己要多做牺牲 你要有这个 比较付出多一点的心理准备 可能是会有金钱上面 或者是感情上面 没错 没错 可能是你比较爱对方 多过于对方爱你 是喔 天哪 有够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第四张牌是 李老师选的 这张牌是选择牌呢 这是什么 那是魔鬼吗 恶魔 恶魔 这是不是最不好的 在感情上来说是的 所以 以这张牌来说 这两个人是 半死不活地拖着 或者是两个人 其实是对对方的肉体 仅仅肉体关系在维系 肉体 只怕这些是 王老师 你高兴的 我只要你晓得李老师的 这个专场就是这样 你说什么 你姐姐 所以 以这张牌来说呢 对你们的感情 有没有办法开花结果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可能你们之间呢 没有好好认清楚对方 或者是已经其中有一方 对这张关系是厌匿的 或没有用真心来对待 所以各自的朋友们呢 你抽哪一张牌 这个塔罗牌都提醒你 你的状况是如何 自己要多加小心 没错 不过今天做生的 真的谢谢景文 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帮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红仙姑 谢谢大家的 对我的这个知识跟果 不要这样说 下次有什么样子风水方面 我们也要请教你了 好不好 下次要坐这边 下次你就可以另外一个位置 摆在这边 一起来大家分享一下 再放第四个位置 OK 谢谢景文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卫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谢谢你们 谢谢